用心做登教博物伊甸 社会好理健康完分设计 既是伦老人会与老的指教中心 经过经书设计完新医药 现在中心开用有空气的空间 提供中价活动当时健康 也几位健康促进库庭 并配合自老的运动健康博物 希望让老大人在理事立场完成的照顾 健康快乐浪化 开窗的空间环境 以及提供让中博可以在这里 收拾多多佣的设计 这个地方是鼓励的李伦老人会一楼 由伊甸社会好理基金回缩新办的立教中心 经过进行的经修 现在是在厨来开用 108年那时候就是工作有 争取前瞻计划的整修 那就是把场地收回去整修之后 就是有加装电体 那一楼这边的部分就是 因为当初整修完之后 我们其实流程有整个重新申请又重跑 场地的部分其实地砖 水电其实都还是有重新去做一个整理 然后包含设备那些也都是重新去填购 很感谢就是公所那边就是也蛮支持说 我们在这边做这样的服务 在这个立教中心 基金会冰施的安排相关的健康促进库庭 以及团体由于华东 让来到这里的老大人会无聊 另外也会配合到李老的运动健康博物 帮助其他活动身体保持健康 主要课程我们目前就是有安排说 比如说认知训练或者是艺术服务 或者是怀旧课程 或者是一些什么电影清洒 卡卡OK的这种主题性的课程 然后让赵福源去规划整个课程的带领 结合楼上的运动设备 让来日照长辈他可以去有更完整的运动空间 跟设备可以去做使用 那也希望说去透过这样的器材 或者是由造福源去规划的一些课程 让他们可以延缓他们的失能状况 跟那个退化的状况 随着现在老人越来越多 当社的需求也一直在增加 基金会是希望透过 带身杜在校长新的环境和设备 提供多方便的服务 让老大人来得到完成的照顾 当然也减轻家庭照顾这些负担 其实政府在推长辈2.0 他就是希望说 借由日照或者是社区关于去连这种服务性质 他可以去延缓他们的失能 我们也会希望说 我们在这边做日照 其实当然也是可以造福这边的长辈 就是去推广这样的服务 然后让更多人去做这样的使用 日照中心从早上到夜宝 都会准备乡官的扣定活动 欢迎无数教的乡亲可以来参考 也其他医疗可以帮助到在地的时代 健康快乐的老化 记得苦恨心 彩虹报道